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围棋公开赛党一杯大战理事时代精彩队局 本周百灵杯和BC信用卡杯两大世界围棋公开赛相继进入了本赛 中国队继续刮起青春风暴 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届百灵杯的本赛 在四场焦点大战之中 小将十月淘汰韩国世界冠军朴永迅 陈耀叶击败另一位世界冠军崔哲瀚 江维杰战胜木振朔 周贺喜淘汰了李英九 最终在32强中 中国队占据了22席 韩国队有8人晋级 日本队目前只剩下景山玉泰和山下敬物二人 在随后进行的第四届BC信用卡杯上 中国新生代骑手的青春激情再次迸发 16岁的米玉亭屠龙大胜李昌浩 18岁的党一飞中盘立刻李世时 两位少年联手将韩国的超一流大小二里双双淘汰出局 中国队的青春风暴让世界奇谈为之震惊 好了在稍后的明居精解栏目中 我们将为您带来的就是 党一飞与李世时的这盘精彩的对局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要请上我们的老朋友王源八段 为我们继续详解围棋古典名著 繁育要求总绝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各位亲友大家好 我们下期下那么多年了 有一句话我们基本上张口就可以说出来 我说出来大家看看有没有共鸣 这句话叫棋子沿边火也疏 这么一说肯定有些棋友就说 这早就听过了 说的很多了 那么刚才我这个念呢 念成的是棋子沿边火也疏 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写意的说法 但是正宗的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诗像下在繁育要求总绝当中 所说的叫棋子沿边火也疏 就是123567的七 棋子沿边火也疏 同样在这句话的背后呢 它还是有一个注解 这个注解我给大家念一下 棋子沿边火也疏 它的注是棋子垂头 虽活失势 或因杀敌所致 亦着轻重 这个说法也是说得很清楚 就是七个棋子排在边上 就是活棋 这个我们刚学七死八活 但是如果没有周围的条件 它是活棋 它虽然可以活 但是失去了外边的势力 虽然活了也要输 这个效率太低了 说起来就是这样 但是呢如果是因为杀敌 因为有特殊的理由 那么另说 请大家看棋盘 我给大家先摆几个示意图 这个所谓棋子沿边火也疏 大体上说的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刚刚学围棋不久的棋 有可以知道 就这样 在围棋的死活格言当中 有七死八活 说的是什么呢 如果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叫七死八活 假设两边都有白子 是吧 然后中间这个我就省略了 白棋都围住了 那么它两边一扳 中间一点你就死了 一扳 这个给大家看看 加深印象 所谓七死八活 这样可不是吗 两边一扳 这样就中间一点就死了 眼位不够 但是如果是八个子 当然就活了 如果八个子就两边扳都没用了 这个是结论很明显 那么我们再来看 事项下说的是七子沿边火也疏 它说的既是一个具体的 说你边上排那么多子 你就算活了也输了 效率太低了 同时呢 我觉得它更是一个写意的说法 我觉得我们广大的旗友 不仅仅是可以从七子沿边火也疏当中 掌握一个死活的技巧 主要是什么呢 大家以后行期就注意 但凡二路边的旗子多 一路边的旗子多 这样的旗行变化 一般都是不好的 所以有了这个理念之后 可以指导我们的行期 当我们要做一些变化选择的时候 如果它二路子多 我们就可以把它否决掉 我们就另批蹊径 另外去选一个下法 我觉得主要有这样的意义 实际上呢 我们通过学习啊 发现诗项下的本意 实际上也就是这个 好 下边我再摆个例子 给大家看看 你比方说 在某一种情况下 星位它两翼张开了 这个图形也摆给大家看看啊 那么你点脚 这是一种 是吧 七子沿边火也疏啊 好 白旗呢 在搬的时候 黑旗连搬 通过七一个子 要把脚上吃掉 其中一个变化 就是白旗搬这个 这我们具有一定旗有的 旗历是知道的 白旗这个段 是局部的手筋 这也是个定式 接下来黑旗要接的话 那么白旗就把这个子吃掉 黑旗虽然可以吃脚上 但是白旗就在外边可以生存 大体上这个图是这样啊 这样白旗在外边再拆一个 那么刚才黑旗星位两翼张开 这个形式就被破坏了 但是黑旗获得了脚上的铁控 这也是一个变化 其中还有一个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当白旗断的时候 黑旗拐吃这个 这会儿白旗怎么办呢 他就是接这个 他现在再来接这个 你黑旗来不及吃这些啊 你吃这些 他把这个尝出来了 你也不能提啊 你提他把这个子吃掉了 所以黑旗要兼顾两边的下法 就只能是这个 他虎这个 这会儿白旗再来尝这个 这会儿呢 我们就发现 如果你身搬硬套 你说旗子延边火也输 那黑旗就不能爬这个了 你已经不能爬这个了 旗子延边火也输啊 这白旗给你一六爬 不是你就亏了吗 诗相下早就说过了 但是人家诗相下的注实 还说了一下 或因杀敌所致 一拙轻重 如果因为杀敌 因为对杀呢 那么情况另说 那诗相下其身的意思是这个 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变化 请大家看棋盘 所以呢 诗相下说了 根据情况 黑旗爬出来啊 他是为了杀敌啊 他是为了杀这个脚啊 那么白旗当然是长 黑旗再一爬 白旗再一长 黑旗再一爬 白旗再一长 哎呀 这个差不多痛苦啊 基本上接近于旗子延边火也输了 但是他是为了杀敌 好了 这会儿白旗当然可以选择顶了斑 这是一个下法 此外呢 白旗也可以回过头去把这个补活 那么黑旗当然这一带在用加补的方式补一下 这就形成了一个一个所谓的定式 基本上是旗鼓相当的 但是呢 就这个旗例呢 要给大家说明一下 它叫旗子延边火也输 但是祸因杀敌所致 易做勤处理啊 好 说到这呢 我还是要给大家摆一盘旗 这盘旗呢 它的续盘很有意思 给大家看一看 很有名的一盘旗 这盘旗呢 也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左右 当时年轻的日本著名旗手 加藤正夫旗段 他是直白旗对上的吴清源九段 那么那会儿呢 吴清源大师跟年轻人偶尔在比赛当中 碰得上 那么就教他们一下 交交旗 当然也可能输 有些时候也可能会输 但是呢 吴大师的旗总是让年轻人 每一次学到很多东西 这盘旗也是这样 直白的加藤正夫先生 后来下完这盘旗就非常感慨 他说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好 我们看看这盘旗 就是左上角这个定式啊 是有的 那么说起来呢 这个定式本来是黑旗是不错的 黑旗是吴清源大师 白旗二路飞点的时候 黑旗把他吃掉就行了 这个就是黑旗获得实地 白旗获得外事的一个定式 我以很快的速度摆给大家看一看 下成这样之后 白旗下一步一扑 黑旗再一拖先 就不要了 这样呢 黑旗等于获得了实地 白旗获得一定的外事 总的来说是黑旗稍稍有力 但是尽管这样 吴清源先生啊 他是创新的精神 是非常可嘉的 这一点呢 是对于很多很多 这个后备旗手做出了表率 下一招旗呢 吴清源先生下出了一招 定式书上没有的 这个班 结果呢 加藤正夫先生 当然他实力很强了 那会儿 这个年轻的加藤 已经是 基本上是超级旗手了 这个反班 好旗 那么吴大师呢 送 所以呢 白旗的手精是 不是断吃 是单挡 那么黑旗下一招单接 这个两位高手 当然都是计算的很好的 下成这样 然后呢 白旗不能补这个段 因为你补这个段 黑旗把这个长出去了 黑旗比刚才还好 所以他一定要叫吃 叫吃的时候呢 黑旗当然也不能就这样 扶手贴耳的叫吃 白旗打两下外边一补 白旗这个外事是不错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吴清源大师就下出了 他也早就预料到的一个变化 就是这个班 这一班一出现就 白旗就要开始 旗子延边火野书啊 但是祸因杀敌所致 他不得不倔强的 在二路连续爬行 好 我们接着看这个话题啊 非常有意思 那么加藤呢 当然就到二路爬了 吴大师就长 加藤再爬 吴大师再长 一边长一边缩 旗子延边火野书啊 这是我的细缩啊 再长 那么加藤先生再爬 这个就是祸因杀敌所致了 好下成这样 因为这块黑旗到底没活啊 就算你待会要活 被人家先手把这个吃掉 也受不了啊 所以下成这样的时候呢 黑旗下一招是 叫吃 这个吴清源先生再回过去叫吃 白旗叫吃 黑旗再提掉 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 白旗获得机会 可以把这个头搬起来 但是要追求效率呢 他必然要叫吃这个 现在要叫吃这个你要接他再搬 但是讨价还价的内容就是你现在叫吃呢 吴大师他又不要了 他到这边来飘 然后下边一招旗白旗把他提掉 很有意思 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变化 这个变化呢 在当时啊 七十年代三个世纪 七十年代中 有些高手认为白旗很厚 白旗不错 但是我想说是什么呢 因为在那个年代 日本旗戒啊 他是片面的抢掉这个后 恨不得大翻 这个一出现后世 那么有后世的这一方就不坏 这个有点过了 那么吴清源大师呢 他的这种精神呢 我觉得是非常 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完全是一种对年轻人做表率嘛 一种创新 一种这个 很富有朝气的这么一种行其思乎 好坏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只能说 黑旗不错 白旗也可以 现在我们接着看 因为这盘旗呢 他还有些话题非常有趣啊 好 下成这样之后 白旗提了 那么黑旗下一招一靠 我们发现下到这会儿 黑旗怎么 全盘四只脚都在黑旗的手里啊 好 我们接着再看 下边一招旗啊 白旗加盘政府当然去挂 黑旗不理了 再搬这个 白旗不能被他吃掉 那么他就长 黑旗再下立 加藤先生 加藤七段 当时去拐头的时候 下边一招旗 他对吴清源先生是非常佩服 就下成这样之后 黑旗又不理了 换句话说 在这个形态下 是白旗挂脚 黑旗脱先 不硬了 到这来 到左下脚来 左下脚走完 眼看 白旗以为是一拐一接 他再一拆呢 你拐这个 他又不理了 他又回到右上脚 所以当时年轻的加藤先生就说 这个地方 吴先生他这个思路太灵活了 我感到我是被他牵着走 所以对于加藤先生来说 这盘旗对他影响很大 尽管这盘旗后来下得非常精彩 加藤先生捡了吴大师一个勺 他赢了 但是他仍然觉得 哎呀我学到太多东西 此外呢 还有一个小故事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请大家看棋盘的左上脚 左上脚这个故事也是既然摆到这一定要讲 本来呢是黑旗将来算木的时候 是黑旗叫吃 在叫吃 或者是白旗要逆收呢 你爬一个他挡住 这个逆收两目旗 但是呢 这个我们说围旗 他是博大今生啊 非常深奥啊 深奥优玄 在一定的时候 白旗有这个尖的俏皮的一手 太监如果你一猴的话呢 被白旗先手便宜两目 这个黑旗叫适可忍 孰不可忍 那么如果你黑旗一毛不拔 你走这个呢 白旗待会儿节奏有力给你跳进去了 脚上还要出事 所以看上去呢 黑旗右上脚 左上脚就被白旗刮两目 但实际上呢 又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下方 是黑旗可以靠住 这个特殊的旗型啊 就是由他们这盘旗所引发的 在死活题上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 一个状态吧 请大家看啊 那么你要叫吃的时候 实际上他叫吃一样 这还是打结 一旗 这黑旗是不行的 白多一个节 但是黑旗也有一个局部妙手 同时引发了无穷无尽的话题 非常有意思的是 黑旗可以送 他再送 那么你白旗必须吃 你为了这两目旗你得吃啊 那么黑旗再吃 白旗再提掉 请大家看 就可以知道这个围旗有多么玄妙 当然这个打结的过程我就省略了 白旗之所以要虎口夺食 一路去煎就一定是他劫柴有利 但是下沉这样之后呢 黑旗一扑 白旗再一提 黑旗再一扑 好了 这个画面告诉我们 这个是一个连环节 这个连环节呢 就是白旗这个大尾巴狼啊 这几个子逃不出去 所以黑旗可以死死地捍卫住两目旗 这个左上角 但是你刚得出了这个结论 突然发现慢 不一定 它还有别的味道 什么味道呢 就是一旦白旗节财有利 或者别的地方有一个节征的时候 突然他那个节征的价值又够大 他提这个 你白旗倒是摇头节 白旗提完了 黑旗摇头节提过来 是可以死活无忧 但是这个交换不是白旗 就获得了一枚节财吗 假如那个节征够大的话 他这个节财就无穷无尽了 因此呢 就会出现这么一种变化 就有这种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呢 别的地方有个大的节征 那么白旗呢 他用这个当节财 黑旗不理了 把那个节征解消 白旗下一招再把这个接过来 这块旗变成打结火 但是这个打结火又不是那么简单 你以为你就成功了吗 下一步黑旗再提过来 再把这个节解消的时候 这个大尾巴狼也有可能被他再提掉 换句话说 左上角就由于两木旗啊 他就生出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话题 剪不断 你还乱呢 这就是围棋的魅力 好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是妻子研编火也书 听我们广大的旗友啊 学了诗乡下这句话之后啊 他的指点之后呢 就是多领悟一点 就是我们在续盘到中盘行棋的时候 二路子一定能少就少 好 今天话题就到这 谢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王岩八段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上的是王玉辉七段和球单云二段 他们将为我们带来的是 BC信用卡碑世界围棋公开赛 本赛党一飞大战李世时的精彩对局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由我们为大家讲解 第四届BC信用卡碑世界围棋公开赛 32强战的一盘焦点对局 是由我国的小将党一飞四段 对阵韩国的著名棋手李世时九段 这两位棋手在我的印象中 好像还是第一次相遇 好像之前没有相遇过 起码是世界比赛上应该是第一次相遇 因为确实党一飞呢 他是年龄很小 今年才18岁 对 获得参加这个世界比赛机会呢 也不是特别多 当然面对像李世时这样抢手的机会 那就更少了 对 是的 其实党一飞呢 虽然说今年很年轻 但是在圈内人士当中呢 大家都把他誉为希望之星 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小棋手 是 因为之前呢 他没有太多的机会展露头角 最好的成绩呢 也就是取得过西南王杯的亚军 也不容易了 那个比赛 其实说是西南王 但是像古力啊 王熙啊 还有一些高手 都会参加那个比赛 能够在那个比赛里拿到亚军 也很不容易了 没错 刚才 耐云说 就是他之所以机会少啊 其实不是说 真的不是说实力 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批 像他这样的90后的这个小将啊 实力都非常强大 对 比如说93年的谭笑 嗯 等级分第一名 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这个包括95年的这个 范婷玉 已经拿了很多个冠军了 对 包括我们最近经常讲到的 有一个小朋友 96年的敏玉亭 刚刚赢了李昌豪 对已经在32强里 站在李昌豪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群体啊 非常的厉害啊 所以像党一飞呢 他暂时还没有成绩 也只能说 在眼下的这个竞争中呢 那几位势头更猛一点 但是我觉得就是 在这样一个充满机会的年代 现在比赛也多 然后呢 以等级分来创造这个 参赛机会的这个机制呢 也比较透明 只要你有实力 只要你肯用功 总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 对 没错 这也说明我们90后的 这一批后备力量 都已经慢慢地成长起来了 是 好事 这个真的是好事 只有当他们都成长起来以后 我们这个厚度 才能够真正地成长起来 是 好 那我们先来看齐吧 这盘其实是党一飞 是黑先行 对 这个BC信用卡呢 比普通的世界大赛的用时 要稍微快一点 它是每方两个小时 然后保留三次 一分钟读秒 对 像这个当然BC卡呢 我们知道是韩国的一个 著名企业 好像说信用卡的 他们在赞助这个比赛的 这个用时规则呢 也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因为现在在韩国啊 就是几乎是每一场比赛 都是电视同步直播 这个呢 是作为吸引齐迷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电视手段 是的 如果它用时太长的话呢 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两个小时 然后加上读秒 一盘击下来呢 可能五六个小时 上午十点下 中午没有封盘 饿了肚子下 也挺摧残的 下到下午五点的时候呢 第二场就直播又开始了 就是它这个是 把时间衔接的非常的好 晚上的黄金时间呢 一般都放这个 优秀棋手 知名棋手的对局 大家比较关注的对局 像打一飞和李适时列盘 其实就是放在晚上下的 对 所以我五六点钟 开始在网上看的时候 他们下没几步棋 这也是就32强战 它持续了好几天的原因 对 一般按照惯例来说 都是在同一天进行的 这是以前 比如说以前的大部分比赛 放在同一天 这样电视转播起来 非常的不容易做到 对 我觉得韩国的这个技术手段 包括为了迎合奇迷的 这个收看需求 所做的这些时间上调整 都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是的 小木 然后可以起刮脚 白起托 下的很简单 很简单 最近布局呢 最流行的显然是中国流 不管是中韩的棋手 直黑的时候都还下中国流 现在像打一飞 他没有选择这个变化 让我们看起来多少 也有一些新鲜感 否则千篇一律的中国流 下的人不知道怎么样 我们看的人肯定多少点烦了 有点腻啊 对 其实中国流当年我还经常下 我是几个就是最喜欢下中国流的洗手之一 就是0607年开始 后来慢慢的也看密了 现在我下 我估计我也不下 多少有点心意 这边的定型呢 我觉得还是需要跟起友们打个小小的招呼 相对来说少见这个定型 肯定我们以前经常看到的这个定型 是 在对局中 职业系统对局中是出现最多的 今天打一飞换了一下 换了一下 当然过程中白旗有可能选择加工 小飞一个也是他实战的选择 也没什么不好 这时候就需要做一个比较 就做一个比较 就黑旗 两个形状到底哪个好 你觉得哪个好 我不太清楚 但可能会选择这个多一点 我觉得 它这个的弱点呢 这个的好处呢 就是这边的头比较硬 以后逼起来的时候价值大一点 当然缺点的话呢 就是别人这有靠 别人这有靠 这地方的形状呢有所欠缺 这个的特点呢就是 它这边变软了 但是这里 这边没有手段了 是 黑旗以后的下旗呢 可能就是二路飞 或者拖进去取实地了 就应该说这个比较偏重于实地 如果刚才是这个形状的话 将来黑旗的下一手一般是往上跳 是破断上米 各有利弊 各有利弊 但是这个的也有一个明显的缺点 就是将来白旗有打入 对 这个打入在放胜负手的时候 直接就可以打入 不需要周围有什么借用 你如果小肩 你如果小肩白旗有这个手段 白旗二路飞一下 哦 先飞这个 对 飞一下然后直接肩出就好 这地方呢 眼下肯定是有点过分 周围的黑旗子多 但是将来存有这个手段 这个是 作为黑旗下这个旗之前呢 需要了解的 需要提前注意到的 嗯 本来这个定式呢 一般普通都是在这儿的 嗯 就是按照定式的下法 那现在走在上面 走在上面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就担心人家会不会从这儿打入 有打入 有打入 但是他现在走这个呢 确实有点不太狠 走这个的话 就是上面以后被吊一下不舒服 被吊一下以后 还有刺啊 这个底下的空不大 他现在走在高位的话呢 就是让你在这儿 虽然有打入 但是是一种拼搏的态度 没错 不让你上面走得特别舒服 嗯 这手棋逐渐的在职业棋手的对局中 也开始流行起来了 是 下挺多的最近 嗯 挂这个 挂这个我觉得有点疑问 这应该是白旗 布局阶段走出的第一步 有点小小疑问的 那你觉得他应该 先挂下面吗 应该分头 哦 分头 这棋要下的话应该分头 一会儿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分头和挂角的区别在哪里 因为你这个时候挂角想期待黑旗从这边小飞不太现实 肯定会加击 黑旗肯定会加击 那加击之后呢 两边的形式 黑旗两边的形式很可能会有所呼应 嗯 因为这边黑旗已经是控制了一条边了 上上发展的这个面呢 还都是挺不错的 啊 这个时候应该分头 分头 它如果手脚的话 你就拆盖 嗯 里边拆盖都可以 那样就打散 打散 把这边打散以后 自然黑旗这边的发展呢 就不是那么可怕了 嗯 怕的是什么呢 怕的是你这边一走 人家一加工 将来黑旗两边都有发展 两边都有发展的话 这时候白旗去怎么倾销 怎么下呢 还是有点困难 其实 嗯 这首期应该小有问题 我相信像这种棋 如果像孔杰来下啊 孔杰彭权 他们这种比较 重视均衡感的这么一个棋手来下 肯定会分头 毫不犹豫 毫不犹豫 那李适时呢 他棋风比较彪悍 对 比较极端 嗯 实力呢 要不然就老 反正你爱为他也不是很怕 这样 棋风的关系 但是从棋底上来说 这个挂脚 小小的有问题 嗯 被夹住了 嗯 因为夹工之后啊 不是很好办 接下来在这一代的变化的话 基本上也就是像实战那样 比较正常 嗯 反正这个定式挺难选的 这个定式呢 现在点三三有点不太肯 现在点三三走完了以后 这边的两个子呢 形成这个三路相会的 这么一个局面 位置太低了 点三三不太肯 这个的话呢 又是比较复杂 这个 这个高挂可能比较流行 但是会比较复杂 它靠 然后 然后你最强的 一般是点这个 点这个 它就会挡下来了 估计 再扳吗 再扳 然后它吼下来 这样的话 这个定式 这个定式确实是比较 比较复杂的一个定式 嗯 或者沾这个也有 单沾 这个我估计不在 李适时的考虑范围之内 它可能就没怎么想 没怎么想 那这种地方呢 要走复杂定式呢 作为高手来说 作为像李适时这样的高手来说呢 它是不占便宜的 嗯 因为 像年轻骑手呢 在这种地方下的功夫啊 研究的要深得多 嗯 要比这种成名高手研究的深得多 因为它时间多 嗯 它的训练时间 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精力 就投入在这上面了 是 所以李适时在这儿呢 他不敢点三三以后 他实战选择了这个 这个挂角呢 就是 当然也是很常见的定式 嗯 它的特点就是变化要小很多 嗯 基本上没什么变化了 黑棋只能走这个 多半是会走成 嗯 像实战那个变化 三三 点一虎 对 这时候挡下来没有意义 因为那边已经是白棋的字了 嗯 所以虎这个正常 然后白棋爬回来 哎 他先尝一下 先尝一个这样呢 是 最近比较流行的这么一个变化 嗯 以前的古老定式一般就是 抱住 嗯 一般就是抱吃 或者直接拖鲜 走这边 嗯 先尝一个是问应手 这个尝还是 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一手气 嗯 如果说尝 下程实战那样的话 比实战抱吃是不是 呃 比你刚才说的抱吃要好多 好太多了 其实后来就 白棋的定型也不能那么选 白棋如果现在接的话 黑棋应该就拖鲜了 对 黑棋现在不会走了 对 可是即便要走 可能也是走在这里 是 就追求效率了 嗯 然后 白棋如果拖鲜的话呢 黑棋也无所谓 黑棋就等于这首戏 反正要走一个 对 反正是要 嗯 嗯 这个长呢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新的定式 就以后我们在 其后我们在下棋遇到类似这样的局面的时候呢 可以考虑就走这个 可以走这个 很不错的一首棋 是 这个应该也是 不知道你实时会不会 他应该也会 但是呢 就从党一飞下出这首棋可以看出 这些年轻人呢 就是研究都是有成果的 嗯 他可以把研究的这个效果呢 转化成实战中的这个具体的行动 嗯 这个研究就是很有效果的 嗯 现在白棋拖先 强弹下面 嗯 刮脚 好这个 嗯 这个定式呢 实际上从局部来说啊 这个定式从局部上来说 应该说是白棋实地上是亏的 嗯 本身我们看 黑棋尖这个 手住一个脚 然后白棋怕人家扳头还得跳 即便黑棋再跟着手 这个控是非常大的 嗯 白棋实地化 白棋这么定型 实际上是非常亏的 可是当黑棋靠的时候呢 白棋并没有别的办法 本身白棋在这里局部定式的最佳手段 他还真不是办 是拖这个 嗯 就是看 看局部 可是我们看现在如果白棋真的敢选择这样下法的话呢 黑棋挺头 然后再尖过来 嗯 我们看黑棋这两边的这个形式 就形成了一个 我们常说的这种 像深谷的那种一个形状啊 一个大峡谷的形状 那这样的形式呢 白棋很难 很难办 将来销到这边的时候 可能人家这边就大了 对 所以这个棋呢 就是一开始没有分头的一个坏处体现出来了 实战黑棋靠的时候呢 白棋只有选择这个班 这个还是 我觉得 理事实因为他本身也是挺喜欢实地的一个棋手 应该说在这么下棋的时候 实战下成这个结果的时候 心里还是有点心痛的 心疼实地 嗯 应该说下到这儿 白棋的布局不成功 白棋的布局不成功 没有打开局面 其实要是在正常的比赛开始之前预测啊 我相信绝大多数旗游都不会觉得党一飞这个暴冷能可能性有多大 因为确实两个人无论从名气还是从实力上的相差是很多了 哎 可是就如同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说到的 虽然这些90后的小将啊 没有什么名气 甚至大赛的经验也很少 但是他们这个网络时代啊 他们在这个训练的强度上是非常大的 对 接收信息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而且呢 像我们看他知道的这些棋手啊 我们刚才提到名字的这些棋手 本身也都是比较用功的 嗯 真的不是没有暴冷的可能性 没错 而且呢 我下 我当这个看棋看到这个时候啊 我觉得黑棋好像已经有点希望了 嗯 黑棋已经有点希望 现在黑棋这个是好点 这个是好点 一方面扩张自己 一方面来压缩白棋的这一个形式啊 这个时候整体的布局呢 黑棋很生动 嗯 黑棋很生动 因为黑棋实地也有 黑棋的外事掌握的也不错 白棋的有些棋呢 都没有走在具体的这个位置上 这边位置偏低 这边又没有什么木 哎 这时候我觉得真的是黑棋挺好的 挺好下的 布局至少是黑棋比较成功的 是 那下成这个之后呢 本来他这个头 头跳起来之后呢 这个应该把它看作一个后视 嗯 但是现在这个后视呢 被人家跳了 已经限制住了 是 假如说你要在这儿围 嗯 首先底下被人家飞一下 底下还欠的 嗯 那这个是吧 肯定是不能围 嗯 但是现在走这边又走不着 正常来说白棋应该从这边走起 啊 还有这个这也特别辣 这个手起也假的特别辣 好多种下法都可以 嗯 现在白棋大概几种下法 比如说直接走这个 直接走这个 先下来 先下来 挑那个也可以 嗯 或者就在这儿 直接自补也可以 其实这个自补呢 也是比较冷静的一手起 嗯 你如果要是 你如果要是补的话 它再下来 这也可以 嗯 这也可以 如果你要是敢围这个空的话 那它就把这个藏出来 对 赶着给你作战 是的 就选择很多 这时候白棋选择很多 但实战白棋的下一手起啊 就是李时时的下一手起 这个下法 无法接受 就是从职业棋手的角度来看 我很难相信这手起 是李时时下出来了 嗯 很难相信 李时时走什么呢 他要防这个 嗯 他要防这个 其实这个啊 可防可不防 可防可不防 比如说我直接下来啊 黑棋也未必就会在上面冲断 他会现在冲吗 不知道 嗯 应该说 我觉得应该不会 因为冲断 断哪边呢 实际上对于黑棋来说 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选择 嗯 如果断这边 从大市场来说 应该断这边 然后打吃 把这个蒸掉 可是这个蒸子呢 白棋这边的引蒸很讨厌 这个引蒸对于黑棋来说呢 是非常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嗯 下一手 AB两点建核 而且本身这个活的脚呢 其实活的价值也挺大的 对 活得很干净 这边 白棋也有个子 黑棋这边呢 就算你提掉以后 这边的外事也不容易发挥 其实这个冲断也不是很怕 你要冲断外面呢 冲断外面吃这个子 其实吃的价值也不大 这以后白棋就像二炉立完了以后 加这个没有洗目器 而且还有很多借用 嗯 所以这个地方的冲断呢 也不是特别的严厉 就是白棋完全可以不用理会 嗯 这里呢 我觉得小李适时的棋呢 应该是不应 不会犯下这么明显的错误啊 对 因为它实战所做的这个交换啊 实在是太可怕了 实在是损得太多太多了 黑棋提后了 对我们拿这个形状可以做一个 一个小小的抛弃啊 假如说 假如说这个黑棋当初直接抱吃 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定型啊 那这两手棋的交换呢 实际上白棋就多少有一些不太开心 嗯 因为这个头长完了以后 这个这个子一下变得非常软啊 那后面这个爬跟棋交换呢 就基本上是亏了半手棋 基本上亏了半手棋 或者说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种交换 就是你肩 你肩跟人家提这个交换 你便宜了啊 那你这个棋和人家这个交换 也是亏损半手棋 就怎么看呢 这个局部的定型 对于白棋来说 都是不能接受的一个定型方法 更何况 李世时他交换完这个局部以后 他还是要走下来 还是要走下来 这种其实价值还是巨大 对 那这边的定型 把人家装那么厚再走下来 显然就更不划算 不合棋里 这地方 对这个 现在下成这样了 但我觉得 白棋这个整个棋啊 都看起来有点 本来是一个 因为这个定型下完了是一个后市 但飞下来之后觉得有点薄了 很薄 非常的薄 对的 人家这种花 然后加上这个很坚实的一个角 对 所以这个棋应该直接费 他不应该去交换这几手棋 这个交换 看上去是先手防断了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典型的先中厚 把别人走厚了 争了一个先手 其实整体还是亏了 对 这时候黑棋的局势应该是已经明显优势了 是的 现在拖角 全局最大的 最大的实地 先走到 对 在这个布局阶段和续盘阶段呢 李世世发挥的是 非常的有失水准 这里的定型呢 白棋选择了外面 嗯 那也只能这么选择 好像 这实地上好像觉得白棋已经有落后了 很多的嫌疑 似乎是也没什么办法 当遭到别人这种拖 拖了连斑的时候 这个定型也没什么办法 长一个 嗯 现在走这 拆这个 黑棋马上就打入 这打入还是挺厉害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 白棋那个软头的弱点在哪里了 就打入以后 基本上 白棋对黑棋没有任何办法 对 没有任何办法 你想 你想靠吗 靠人家这里冲了一顶 就直接 已经冲出去了 已经冲出去了 嗯 这里 可能本手甚至于只能走这个 那走这个人家跳出来 跳出来 嗯 跳出来 以后这个点了 爬回的这么一个塑刮起来呢 还是有 有 尤其这个肩还是鲜手 这缩刮起来很痛苦 这手机价值太大 对 被人家长到一项 还是区别很大 这一打入的时候 我估计理事实实在心情也不太好 因为确实很难下 嗯 黑棋都很厚 而且黑棋实地还明显出于优势 是的 这一打入 白棋又拿 这个打入的子 没有什么办法 嗯 它没办法 它最好选择的是正 别的下法都不好 拖一个 对 黑棋在这处理的 确实也是比较简单 这个也只有接 这个打持也不成立 这个打持也不成立 都不能 也只有接 黑棋 这地方党一飞处理得非常简明 非常简明 白棋还只有班 然后黑棋再点进来 对 这时候黑棋这些子 就多发挥作用了 而且我们发现 点进来之后啊 白棋脚上的空也特别小 还没有活静 没 又小又没有活静 你想想当初 这个交换又何苦呢 走了半天 白棋这些子 全都没有走在该走的位置上 非常的非常的痛苦 电脚爬回来 这个活得很舒服 非常舒服 白棋打这个 打的时候 黑棋这个往里爬也很机敏 这个往里爬 白棋也只有拐 明明知道 硬的话是被黑棋先手便宜了 但是确实也只有拐 否则的话 如果你弃合体 你再往里爬 这局部已经死了 虎 黑棋顶住 局部白棋已经死了 黑棋已经活了 对 那这个 白棋还不如实战 亏的更多 不能这样下 只有拐 只有拐 然后黑棋就很舒服 接上 这局部轻松做活 还活了 目数还挺大 对 以后 以后像这种肩还是先手 白棋还是自己 往里做活 这打入就太成功了 是 整体来说 黑棋从这边拖了连斑 到这个打入 时空捞的还是挺舒服的 嗯 白棋立下去 这个立也是大恶手 真是 我觉得李长浩 不 李适时 这盘棋的状态 肯定有问题 这个力很小 这个力很小 就算打吃完了以后 这个只有十三四目的一个棺子价值 而且它是纯棺子 对双方的厚薄 几乎是没有什么影响 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白棋来说 那个地方被黑棋成功打入 然后破掉了一大堆的木树 是 这个角呢 没剩下几目 跟黑棋的木树差不多 是 然后它的实地 可能本来是 就有一些差距 嗯 现在差距会越来越大 对 但是这个力呢 还是 它的木树价值呢 虽然是有十几目级啊 嗯 是一个挺大的棺子啊 但从全局来说 还有更大的大厂 这时候白棋应该走什么呢 我们看啊 要发挥当初这个子的作用 这个子飞下来呢 对黑棋这个角上 还是有一定压力的 嗯 现在白棋应该跳这个 单跳 要跳这个 搜刮黑棋这个角 这才是棋盘上最大的一手棋 嗯 那黑棋会拖线吗 黑棋有可能 黑棋有可能 不正常来说是 还是要挡 挡住 比如说你拖线 大概你最大的就是这个 嗯 白棋往里爬 挡住 然后白棋再飞这个 这个对于黑棋来说 其实搜刮起来 还是有点痛苦的 有点痛苦的 你现在光走这个 是活不了的 因为肩活不了 嗯 你要活可能只能走这里 走这里 白棋甚至有可能加进来 嗯 或者有可能点 再挡 这个局部 那很难受啊 对点完了再挡 这个棋 黑棋 活起来可能都不是那么的愉快 不是那么的愉快 黑棋先要近活 可能只能走这里 走这里 这个子就要被别人吃掉 那 而且被先手吃 太痛苦了吧 嗯 先手倒不一定 挤的时候可以团这个 要不然我就搬这个 搬这个 会好一点 搬这个差不多 反正这个都是 这两个子上面 还是要掉 这样的话呢 这个跳这一手 其价值又还是非常大 嗯 由于有 如果你拖签的话 由于白棋有这种 后续的 比较严厉的搜刮手段 就显示的这个跳 价值还是非常大 是 正常来说黑棋要挡 如果能跳到 跟黑棋挡了交换的话 那白棋好多了 嗯 是啊 但是不挡的话 这个底后续的搜刮 确实对于黑棋来说 也是非常痛苦的 嗯 现在白棋也不是立那个 也是飞起来这个打 嗯 如果能跳着一下的话 这个飞显然价值大多了 对 就这个棋呢 应该是一个 挺简单 挺正常的一个定型 对于像李世识 这么高的 实力的棋手来说 就是他怎么会看不到这首棋 我 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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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盘棋前面要说这个搬退 已经是一个 很神奇的一个定型了 就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一个定型了 如果是冲断上连这么下 你就批批批批批 就很简单啊 他下出这种棋 挺难理解的 而且眼下这首棋 肯定比他实在那个力大得多 那个力就是一个关子 不折不扣的一个大关子 跟厚薄没有什么关系 很小 关系很小 关系很小 这个显然是太大了 这个而且不仅木树拉 跟后包也有关系 我们看他力 抢了一个大关子 对黑棋飞这个 这个很机敏 那个飞这个非常大 飞完了以后 我们看白棋这五个子 一下就飘起来了 没有眼 没有根据地 一下就飘起来了 以后黑棋就算一个个往上走 这几个子显然在黑棋的后视面前 显然是要被进攻的 要防守 那这个太大了 这个太大了 对 没牵手跳着一下 被人家逆收了 黑棋飞到这个 就是这时候挡一飞 μ是比较明显的 对 比较明显 可以肯定 因为白棋 黑棋一步坏棋都没有下 白棋走了好几步问题手了 尤其是这个扳退和这个力 是明显的问题手 被黑棋飞到这一下之后 白棋底下这条边没法走了 因为本来是一个连贯的手段 跳着之后 然后飞起来 这样形成一个 以后要成空的模样 但是飞着之后 接下来怎么走呢 你走这边 这边被下来 对 走这边这边被剪起来了 而且还关系到整体的后包 所以这手棋价值明显比那个大 对 接下来白棋继续在这儿 对 这个倒是好点 这个倒是好点 如果你不走 黑棋就算往上跳一个 这里的潜力和黑棋这里的潜力 出入也是非常大 而且这个走完了以后 还有这种靠了扳起来的手段 这手棋价值倒是很大 不过 从前面的这个进程 这几十手棋来看 白棋的落后 已经不是说光靠下出这样的一步 好棋就能够追回来的了 对 它的落后呢 是一个长时间造成的这么一个情况 可以继续在这儿靠 对 现在显然也是这边最大的 因为 是啊 全局看不到什么明显的大场了 这手棋呢 虽然说 虽然说白棋在这儿下 也不容易下出什么明显的幕术来 但是这个确实 依然是一步大棋 依然是一步大场 走完了以后 主要可以在全局的厚薄上呢 让自己 让黑棋处在更有力的位置上 就把这块棋变得越来越薄弱 然后如果说这里形成厚势的话 以后这儿尖 这儿有可能会成功 变成黑棋的空 对 所以说呢 白棋在遇到别人靠的时候 还选择的是反击 这时候白棋的本手 可能也就只有长 长它沾上 这样的话就形成刚才 邱丹云说的这个情况 有可能将来这地方 黑棋还要沉默 而且黑棋这个走下来之后呢 下一手再立 这边再立 就是对白棋脚上的这个搜刮 都是很现实的事情 是的 这时候可能 李适适确实也意识到了 形势吃紧 终于找到一个发力的地方 我觉得它是挖一个 挖这个 但是挖这个 黑棋就不能够从外面打吃了 这个白棋白便宜的 两个断点了 变成 黑棋从这里走 白棋这个反击呢 不得不说的是 白棋这个反击风险非常的大 黑棋这个打了 连续打吃以后一挤呢 好挤 这个挤过之后呢 白棋在这个角上 已经只能选择棋子了 实地先损了好几十木 20木棋 先投入20木棋 太大了 投入20木棋呢 换来的是这地方的一些潜力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啊 你这地方潜力再大 毕竟最要紧的地方 你没有跳着这个时候交换 你还是 白棋还是已经被 黑棋飞到这了 所以这里的空 要想盛起来呢 难度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是的 这也是说白棋始终 这金盘棋呢 下的感觉 节奏感非常有问题 对 就是很硬 不自然 是 现在白棋别的地方也没事干了 没棋可以下 只有绞尽脑汁在这去唯控 这个难度非常大 所以这棋 像他们这种水平的话 我觉得前半盘一旦落后 到了中盘的时候 那棋就会变得很难下 很难下 对 因为 就是你名气再大没有用 对 你名气大没有用 这个事儿不是靠名气说了算的 而且像打一飞这样 早就有过 斩让头脚的这么一个成绩的棋手 它后晚盘也是很强的 对 所以围棋真的是一样 很公平的东西 是 白棋现在 虽然你知道这个靠很损 但是没办法 这个确实很损 这个在里面等于走了一个嘛 因为它单靠不行 它单靠黑棋肯定搬出来了 对 这必然会遭到搬出 你在家人家把这个吃 你再走 黑棋就算走一手也是活的 走一手也是活的 这边抱吃了一个子的形状 很难杀掉 谁攻谁还是个问题 这个 确实这手鞋还是很损 这个靠一下 一下还撞紧了 撞紧了自身一口气 同时也送给了黑棋很多木 因为黑棋局部一搬沾 但这个子损得非常的厉害 对 这时候党一飞先掉一下 好奇 这个悬点选得非常的好 其实我觉得走到这儿应该也不会死 但是党一飞显然已经有优势一试了 是黑棋周围都很厚啊 白棋基本上没有任何接用 真是再深入一点 也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党一飞的这个分寸拿捏得非常好 这个分寸拿捏得非常好 上面攻肯定是攻不到的 底下围呢 白棋空又不够 从这手棋可以看得出来 党一飞这盘棋的状态很不错 对 也确实自身的实力呢 也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嗯 他给你围的机会 而且你的空已经围到五路了 没关系 嗯 再跳一个 我还是给你跳的机会 很难过 但白棋如果真的这么围的话 黑棋把这个给搬粘掉 是啊 很舒服 这样像白棋大败的一个就是 肯定是不够 嗯 黑棋中央走一个 这个大败 嗯 因为我们看实际上这儿围来围去啊 也就围了二十亩出头 是 也就围了二十多木棋 多一点 这个里的实地 白棋本来脚上就有十五木棋呢 现在变成黑棋的十来木棋 就是白棋在这个处已经损了很多木了 嗯 已经损了二十亩都不止 然后你这儿只围二十多木 这等于走了半天 全都没有走到现实的利益 嗯 而且黑棋外面还多了好几个子 嗯 这几个子呢 显然是将来会派上用场的 嗯 如果这么强的话 白棋等于是乐拜 肯定不能这样下 嗯 虽然说看起来空围到五路 嗯 但实际上因为这边已经很厚了 对 所以你的空加起来没多少 这个空围起来的时候呢 就是效率非常的低 嗯 我们可以看 就是所有的子全都凝结在一起 团起来了 这个效率显然非常的低 还左右还都够损了很多 显然不行 这个图显然不行 嗯 其实这个围空围在这也是本手 对 也是本手 但是就是这么下输了 嗯 所以白棋一定要拼一下 嗯 这个 靠 嗯 这手棋呢 主要是 其实这手棋本身也是后手 嗯 但它确实是 后面留有一些 后续手段 留有一些手段 那那个手段其实也不严厉 党一飞这段话依然下得不错 这个靠了一场 这个白棋很难过 不能挡啊 挡了可能 挡了被挖断了 对 直接就断掉了 你要是打这个 人家一退连这个都补上了 嗯 你打这个 他一接 你两个断点 补哪个也补不过来 嗯 这不行 这只有接 我觉得这个像李适时成名已久的这种高手 也能下出这种渔情 嗯 也能下出这种渔情 我想起 我想起有一个 这个业余棋手 我们老下棋了 在一起聊天 他说啊 他说 很多年以前 他跟这个职业九段在下棋的时候 他就特别不敢攻击别人的大龙 嗯 有一天他试着攻了一下 发现对手也是忙着要摆两只眼 要做活 他恍然大悟 他说原来九段的棋也得做活 也得做两只眼 也得有两只眼 这个听起来是个笑话 但实际上呢 挺有意思的 挺有一些深意在里面 大家好好体会 有一些深意在里面 你看实际上 像对李诗诗来说 他是以攻击别人擅长的 他是经常欺负的别人 那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那今天他自己也是要鱼形站在这 欺负他的人呢 变成了比他小 十来岁的一个小朋友 党一飞不依不饶 继续欺负 先冲好次序 先冲再加好次序 哎呦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替李诗诗感到难受了 已经 一口血啊 心里在流血 心里在流血 这个关键被夹在这以后 他没有什么抵抗能力 你要是挡在这 人家再打吃 你也不会接了 那下一手 黑旗提前手 黑旗中央变成一道后市 这样你这个空 也就实际不起了 也就实际不起了 显然还是大败的格局 对 那这个乐败的棋 也显然不符合李诗诗的风格 他实际顶这个 挡住 顶完了也不能挡 挡那个被人打吃前手 也受不了 只能接这个 太痛哭了 他接这个的话呢 其实这时候 黑旗就在正常的补个断 形势也不错 是 这盘棋显然 我觉得要不看这个 双方的姓名啊 肯定所有人都以为 黑旗是李诗诗 黑旗在欺负对手 实战挡一飞 这个街好奇 这个街呢 显然就没有把自己 摆在这个 去倾销的这么一个 倾销防守的 这么一个位置上 显然是一边走 一边是要攻击对方 一边要搜刮对方 好奇 冲吃一下 嗯 这时候白旗难过 太难过了 这马上要冲下去了 马上要冲 粘不粘的 这鸡补起来还麻 如果粘的话呢 以后被别人打在这儿 再一挡再一打吃 其实这个地方木属还俱损 嗯 可是如果要补在这儿呢 也不像话呀 补在这儿等于 白被人便宜那时候 人家再补断回去 对 这个空那么小 显然也不行 你这个冲出来 根本就无所谓了 没有意义 所以这个补在哪儿 已经不知道了 已经不知道了 其实这时候是多了 不补了 可脆 硬的时候就把那个断了 这个断呢 其实也是过分的一射气 这断 黑旗先不防守中间 先冲两下 太难过了 这被冲两下 实在是太难过了 先把它冲破底下 冲破底下 这底下 木属刚才还有二度木 现在连十木属都没有了 甚至于下到后面 还有更惊天动地的变化 黑旗再尝一个 回过去 这个要先不着急搬下去 这个保留 他保留这个搬下 和这个打赤的先生 那也被游泳有谋 很冷静 靠 靠黑旗立一个很简单 就不被白旗纠缠了 其实走凶一点 比如说顶段 也不见得不行 但是呢 这样的话 可能中腹会变得复杂起来 然后对上面的 白旗可能会多很多借用 对 它的局面可能就不可控 这个立呢 是很冷静的 要求控制局面 很好 白旗长 打赤 打赤住 始终都下得很坚实 这时候作为白旗来说 它的战略目标 是非常难以完成的 它要在 你看现在周围 显然都是黑旗厚 白旗宝 对 白旗现在的 唯一的 有可能获利的战略目标 就是要攻击对手 如果攻击不到的话 那这个切断就没意义 自己还牺牲了这么多实地 这个目标 现在我们看起来 实在是 看不出有完成的可能性 看不出来 白旗先跳出来 不管怎么样 其今要先逃掉 煎一下 然后再找机会攻击黑旗 黑旗这个靠呢 就是为了将来的搬下来做准备了 对 否则的话 其实如果不想搬下来 就不用从这儿靠 这个大式先手 他现在这个靠呢 要求这边的先手 将来要从这儿搬下来 非常的凶狠 然后白旗先挤了一下 对 试他一下硬手 对 这个挤到是他的权利 黑旗可能靠的时候 白旗硬起来也难 是虎的硬还是阶的硬 还是挤的硬 这个 不知道 也不知道 确实是有点难过 所以先在这边走起 接上 我们看他这里 到底有些什么时候 断这个 其实断这个吧 实战党一飞的那个下法 也不是说不行啊 我觉得党一飞 是不是在这儿看错了 实际上就黑旗打吃这个有棋吗 黑旗打吃完了以后 可以一路抱这个 白旗不是明显死的吗 后来还吓出个双火了 就吓成这样 白旗这是净死 我觉得党一飞可能看错 他可能以为只能走这个 走这个的话 白旗先扑 你提的时候再扑了打 这是一个大截 是一个大截 但是黑旗这手机可以走在这儿 我觉得党一飞可能没注意 你现在要是那么下的话就不行了 对 正好打的时候可以粘上是吧 他提到这儿我粘上了 对 你要先扑他可以提 你再走也可以 也不行 也不行 我觉得党一飞这地方可能 速度上小小的 他会不会有点 什么 傻尖 傻尖也没用 就挤 挤一个我就 弯在这儿你尖上是吧 没有用 没有用 那不行 收不住气 对 所以这地方呢 我觉得 有可能是党一飞看错了 因为他实战下的 他实战呢 他下的没有什么必然性 实战给白旗在这儿留下了一个 双活的一个手段 而且这个双活呢 不仅目数大 还可能威胁到黑旗的整体 这个是党一飞目前为止下的第一步一问手 毕竟还年轻 毕竟还年轻 难免会有一些 有一些问题 这时候应该是 黑旗很难选择 黑旗如果搬 他打吃 这个局部就直接形成打结了 是缓一细节 对 所以他只能选择这个走双活 那走双活以后 黑旗走下来 是形成双活以后 黑旗这边自己还要补货 这个脚上的目数还是亏挺多的 然后白旗再 挤住 这个挤其实也是挺痛苦的一手旗 被人家先打成一个饼 倒八五 但是他为了紧住这边一气 攻这个呢 确实这是李适时的强的地方 就是他不拘泥于骑行 对 反正难受就难受 什么事以实在为主 肥 肥这个 这整体来说白旗还是困难 白旗还是困难 因为这里呢 他不能杀掉黑旗脚 光做出一个双活来 占这点小便宜 不足以挽回全局的这种损失 对 现在靠这个 他这个靠呢 主要是为了吃掉这三个子 吃掉这三个子自身就安全了 就不怕将来黑旗白旗自己没有活了 否则黑旗走完了以后白旗自己还有可能没有活 这个时候黑旗选择脱弃了 凶 这时候好凶 正常来说呢 其实就把这个吃住应该挺满意的 就这样 就吃住这个提一个给他七三个没关系 已经很满意了 但这时候党一飞 这个爬真的是年轻人的气 凶狠得不得了 他要先爬一下 你接的时候呢 他要先把这个接回来 这个 牛了 这个 因为本身局部是先手 下一手一搬 黑旗就可以把白旗这块鸡给净杀 如果白旗在这赶快想一做活 我们看会形成什么结果 然后他再吃 这个是黑旗的如意欲想图 他希望下穿这样 这底下就白便宜到了 本来走不到的 然后关键下穿这样的话 以后黑旗什么靠了鸡 吃掉三个子的白旗 依然还不活 只有一只眼 这个 短一飞确实是 气魄很毒 气魄非常的足 看起来黑旗完全不像一个下手的样子 对 我就说如果说引去双方对决者的姓名 显然这个黑旗向理事实 不停地在攻击 不停地在欺负对手 白旗是不停地在防守 我觉得理事实 可能在下这盘旗的时候 状态不是很好 心态可能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而且他对于党一飞可能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 肯定不太了解 看他白旗怎么下 他走这 应该说这几步棋呢 还是显示出理事实状态 就水平非常高的地方 我们看啊 他交换这两手旗之后不走了 不走了以后 埋伏下什么伏笔呢 这个很有趣 他实在现在煎这个 刚才我们说过这块旗是不活的 可是他也不补了 煎这个 做这个 先把这个木树吃掉 搬 他吃这个 等会我们再讲 他为什么不能吃在这 其实因为这两个是旗筋 可是他现在不能吃 我们看他吃这个的话 如果现在黑旗强行要杀白旗啊 白旗这个是有先手的 对 这个是有先手的 这个如果是先手的话呢 局部是活旗 你搬的时候 他单提这个好手就活了 这个是绝妙的地方 你爬哪个也不行 这边被提掉也不行 这边被提掉连回去了 对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讲 为什么 为什么白旗不敢走这个 这个对于白旗来说 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如果白旗可以走这个的话呢 黑旗全局的这个形势未见得好 整体的作战构思也失败了 走这个的话呢 黑旗有好旗 黑旗先靠 黑旗靠完了这个挖接呢 是绝对先手 下一手断先手 你必须得接这个 撞完气之后呢 现在黑旗再后过头来杀旗就可以成立了 白旗想必也看到了这个变化 我们来摆一下 你现在提 爬进来 提掉 扑进来 你现在走这个的话呢 没有用 它就提 现在呢 看上去白旗好像可以打结来杀这个脚啊 但是由于黑旗这个打吃是先手 你得硬 然后从这儿一打吃 这个接不上 我们看 这个看起来稍微有点眼花 其实我们细细地看一下 这个被吃进来以后呢 这地方正好白旗一口气全被杀掉 计算非常的深远 党一飞计算也非常的深远 当然理事实呢 也看得了这些变化 很痛苦不能吃在这 不能睡在这 这个直接是影响胜负的 因为期间就放人家回去了嘛 对 不仅少了好多木 后跑也差很多 是 这个是 这个变化很精彩 可能就是作为讲解者 不在这里摆上去啊 光说 可能 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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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 那这个变化呢 可能会有很多旗友提出这个问题 它能吃大点 它为什么不吃大点呢 为什么要缩回来吃呢 它不是不想吃 它是真的不敢吃 它是真的不敢吃 它只能做这个 这时候黑旗就游刃有余了 黑旗现在板清 先搬 白旗团 再搬 对 这个局部呢 刚才说过了 由于有这个借用呢 这个局部 黑旗如果想静止白旗 那这边就要付出点代价 白旗立 提一下 再补回去 这个一手机补呢 等于这边已经静止了 现在双方呢 在纠缠于这个结 白旗把这个结 只要打赢 那这个双活就变成里生外熟的双活 假双活 白旗就可以杀掉黑旗一块 虽然说不一定赢 但是杀掉局面还能接近点 对 因为现在白旗提这个呢 黑旗就可以爬 从这儿爬 就把它吃了 它这个提过来没有用 对 这也是黑旗补一个的意思 是的 那现在群生打结了 第一个结 第一个结 很舒服 很舒服的一个结材 打吃 找结 白旗这本身结还是挺多的 然后一点 它先提 然后先提 然后靠一下 靠一下 找结 再提回来 挡住 再走 接上 再提 提掉 然后黑旗小鲜 这个肩好舒服的 这个肩非常舒服的结材 逼着白旗还要去脚上补活 再提回来 但白旗这儿 肺成结确实是多 将来还有呢 这种拐下来 还有很多结 所以当白旗再提结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黑旗判断清形势 也就不跟白旗纠缠了 这个是好判断 因为黑旗再打结 很可能就该打损结了 因为白旗本身 还有一些本身结 这个没有必要打了 挑这个 白旗把这个吃掉了 应该说白旗也杀了不少 把黑旗当初的大脚给杀掉了 可是考虑到这个整体的 这么一个前后的结果 还是黑旗便宜了 要知道这条边 一开始都是白旗的空 包括这个脚也是白旗的空 黑旗把它全杀掉了 那虽然自己也牺牲了一个脚 但整体的判断呢 还是黑旗得了 黑旗得利 尤其是中央 黑旗可以连下两手旗 中央的后保又倾向于黑旗了 这时候实际上 黑旗已经获得了非常大的优势 非常大的优势 而且现在局面已经越来越明了了 对 可以挣扎的地方越来越少 但是 就在离胜利很接近的时刻 黑旗几乎走出了败招 是吗 黑旗实战这部飞 我真的是 看得实战的时候 看得是心惊胆战啊 怎么挡一飞可能也是杀红眼了 他觉得这棋继续欺负欺负 李时时挺开心的 但是这部飞实际上他应该走这个 他把这个自己补镜肯定赢了 白旗就在补回来 他就往中央跳一跳 这个黑旗赢好多了 旁边十几目了 不可能输起了 他这部飞如果输了的话就是败招 不过李时时这盘旗状态确实不好 连这么明显的机会都没抓住 白旗应该冲这个呀 白旗应该冲断啊 白旗冲断的话 我觉得这旗很可能就逆转了 哦 是吗 对 现在黑旗肯定不能断进来啊 争子不利 得跳一个吧 黑旗如果跳的话白旗长 怎么办呢 你还得补 你还得补 白旗这个打吃 哎呦 我觉得这旗如果要是 打一飞如果要是这么被对手抓住机会 这么逆转的话呢 估计晚上肯定是睡不着觉的 下穿这样一个变化之后 这都一本道 没有变化 他接上 下一手 这边你已经出不去了 下一手你要跳这个的话 白旗这一般黑旗正好全死掉 刷下来 这么长 冲下去了 对 这两点剑合 如果真下成这样的话 一下逆转 前面上白手获得那种 心心咕咕获得的优势就没有用了 黑旗被人家冲断的时候 黑旗最强的手段啊 我替他看了一下 是吃这个 打吃 打吃的街上 但是白旗拐过来之后呢 黑旗还是不行 黑旗这个局部长不出气来 正好是白旗杀黑旗 所以这个飞如果白旗抓住机会 一冲断的话 这旗就逆转了 这个是 应该说党一飞没有 整盘旗没有下什么坏旗 就这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最后 最后一步留神 可能下得太开心了 可能下太开心了 因为它这个飞根本就不重要嘛 这里又不存在着什么什么 有没有手段的事 只要虎这个就肯定行了 但是飞的时候呢 好在这盘旗 确实理事实的状态 显然很有问题 它最后走这个了 它顶住 然后让黑旗 让黑旗把这个一补上 这个补上之后 那就再也没机会了 那就再也没机会了 还要顶这个 黑旗往中央一跳 还要尖这个 黑旗飞到这的时候呢 全局的实地啊 差距拉得很大了 到最后认输的时候 李时事认输的时候 都快二十目起来 那十好几目 确实 那后面就还有很多手术 但是呢 进入关子跟胜负 没什么关系了 最精华的地方 我们也都给大家介绍过了 就是我觉得 不管怎么说党一飞 黑虽然赢了呢 值得高兴 但是它这个技术上的成熟啊 还是有待时日 尤其是获得那么大优势的时候 还要去这种 摊小便宜 占小便宜 还要给别人机会 当然确实这盘棋 我觉得李时事的状态呢 也非常有问题 不太好 不仅前面下了很多坏棋 到最后这么明显 能够逆转的机会呢 李时事居然错过了 也实在是 不像一个超预流高手的 这么一个水平的表现 确实 那这盘棋呢 我觉得 除了这个地方 刚才说 有一个冲断的机会 但是其他的时候 基本上黑线还是控制 控制 是是 整盘棋应该说 党一飞发挥的 还是明显要好过李时事 没错 然后李时事 如果说最后没抓住这个机会 这盘棋几乎可以说是完败 是的 也证明了我们的这个 90后的小将呢 实力非常的强劲 他现在欠缺 像最后一首棋 这种坏棋啊 最后的坏棋 他真不是实力的原因 就是经验上不足 是的 他没有很好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最后阶段还要不停地出拳出拳 其实那时候稍微一刹车就引起了 对 这个是他将来在提升技术方面 需要多做努力的地方 嗯 那这个BC卡杯的32强 中国棋手啊 在上面发挥的特别出色 像鼓励啊 孔杰都已经进棋了 而且我们到现在为止 进棋的人大概有10名左右 所以说第四届的BC卡呢 希望中国棋手 好 感谢二杯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我们的齐败乐 到这里呢 又要和大家道一声晚安了 骑行天下 其乐无穷 各位企友们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